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特 很多客戶朋友都會問卡特說 卡特,你們就只有這幾款馬克杯而已嗎? 是的,沒錯,現在一聲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我們這次進了三十幾款不一樣的馬克杯囉 接下來卡特來為大家一一介紹做說明吧 為大家介紹說明的是我們的湯匙杯系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是我們的湯匙杯 這是我們的橘色的部分 這邊可以做轉印,這是湯匙的部分 還有純白的湯匙杯 全黑的湯匙杯 以及我們咖啡色的湯匙杯 這邊總共有六款湯匙杯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的錐形杯的部分 錐形杯的話,這邊總共有四款 這邊有像這種淨蔥質感的 這一種錐形杯,銀色的 還有這種橘色的 還有這種粉紅色的 還有這種類似內彩杯質感的椎形杯 這樣子 還有一款比較特別的 這是我們籃球的造型 這一款可以做熱身滑的盒杯 還有這一款是我們的黑色的杯子 這一邊的部分 也可以做熱身滑的盒液 這一款比較特別 這是我們的玻璃盒克杯 外面這一圈的話 一樣都可以做熱身滑的盒液 這就是我們小的一個 用不度的一個 配型杯的部分 接下來會跟各位介紹說明到的是 我們一生在之前最熱賣的 變色杯的系列 過去變色杯大概只有一兩款而已 這是我們新進的非常多款 有一款剛好配的時候 最近七七七的就快到了 這種變色瑪克杯 愛心發手的 是一種愛心造型的 還有這種淺藍色跟深藍色的變色瑪克杯 以及淺粉紅 還有色粉紅的變色瑪克杯 色的 還有黑色的 變色瑪克杯 接下來會各位介紹說明到的是 我們的內彩杯系列 我們看到發手 這邊有藍色、藍色、藍色 還有這種藍色、藍色的內彩杯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說明的是 我們學校機關 老師們最愛的一個杯型 在過去我們保温杯是沒有辦法做熱身滑的 這一次我們一生特名進的機款 可以做熱身滑的保温杯系列 像這個部分 還有運動用 可以做了小花的一個 藍色杯系列的水杯 那這個也是鋼頭 可以存放物品的一個部分 以及這兩款 就是有學們喝水、喝茶 可以用的一個藍色杯系列 那接下來我會針對其中幾款杯型 做一些熱身滑的專業 給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效果 那首先為大家測試示範的是 我們內彩杯的部分 這是紅色 這是深藍色的部分 使用方式很簡單 我們是兩溫度秒數 200度、180秒 放好位置之後 往下壓 那這樣我們等180秒之後 就可以一起來看看效果囉 那現在我們時間到了 把它拿開 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這是我們的內彩杯 這是我們的內彩杯 出來的效果 好,接下來為大家測試的是 我們特殊背心 這是藍球造型的黃色杯 以及我們學校機關老師 最愛的一個 飽和水用的黃色杯 那我們一起來測試 看看它的效果吧 好,一樣我們是兩溫度秒數 然後杯子放進去 最後停位置之後 往下壓 好,一樣我們靜待180秒之後 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那接下來最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新款造型的變色杯 那為大家測試示範的是 我們的變色杯系列 那我們現在選用的是 我們新款造型的黃紅色的變色杯 還有一個鑰匙形狀的黑色的變色杯 好,我們一起來測試 看看它的效果吧 這樣放進去 需要位置 下壓 好,那我們180秒後 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囉 OK,那現在我們時間到囉 把它拿起來 OK,我們來看一下 好,變色杯 所以顧名次數就是加熱之後 它會變顏色 可以顯現出 我們印上去的塗外 在正常常溫下 它會是原本的 類似的顏色 好,以上是我們今天 醫生新推出的 30幾款造型的馬克杯 的一個使用方法 有我們的變色杯 內彩杯 特色造型單球杯 還有老師最愛的一個 保溫水杯 好,那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 想要了解更多馬克杯的資訊的話 歡迎上網搜尋醫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我記得